其實我們講到今天的激壓 的確有很多人滿意外的 尤其今天早上傳出說 這次法官他沒有要審 任何的新事證 所以他傻了 那這不是對被告比較有利嗎 所以他還在問說 這個雖然法官說 他不審新事證是為了 不想抵觸被告柯文哲的防禦權 但是如其來 高原跟地院當中 有沒有任何的矛盾呢 有這樣的情況嗎 其實我必須要是這樣說 其實地院法官 如果回到法律的邏輯 他的說法也沒有錯 就是原本高原已經撤銷了 原本地院的那個 無保請回的裁定 所以就要回到 還沒有做任何裁定的時候 所以在那個當下 就是以禮拜六 當時候北檢送申請 積壓的相關的文件 來當作依據 再加上這一次 因為柯文哲又找了一個新律師 如果你今天又要再讓個新律師 再重新閱券 而且還增加很多新的東西 所以對法官來講會覺得說 這樣子好像讓你們雙方 浪費很多時間 又要重新準備工房 所以這樣好了 這個武器平等 我就只用之前的 可是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一開始也跟大家 一樣很意外 為什麼同樣的證據 前一個法官無保請回 認為柯文哲 甚至連涉案一點點都沒有 對啊 大家說為什麼 一個法約兩個結果就是這樣 對 但這個法官 難道我們要去求神問譜 希望遇到一個好法官 能夠判我無罪 能夠判我直接免罰嗎 那為什麼這個法官 會用一樣的證據 卻判出截然不同 我告訴大家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所有的證據都相同 但有一個人 他講話不同了 誰 那個人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講的不一樣 他說他的確承認部分事實 對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就是 其實法官也要讓大家知道 我在他的這一次的 寄壓理由書第一句話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會跟前審不同 被告柯文哲經訓問後 不爭執申請出所指部分事實 對 所以之前柯文哲確實說 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 但是在這次在問柯文哲的時候 他的柯文哲的說法改變了 他不能再說我不知道了呀 因為大家都認為他積極參與啦 沒錯 陳映說到重點了 當柯文哲是知道的 而且還有一個更重要 這也是高院發回地院 所講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高院那時候講 被告 你主張 你說 相信具有專業性 且多數覺得督審會決議 你說你相信這些督審會的決議 但是你對本案毫不所惜 或未曾懷疑 注意 你從來沒有懷疑過嗎 有要查明的必要 我告訴各位 你有過懷疑這件事 在我們法律上有多麼重要 多重要 如果柯文哲 你已經有人告訴你 你懷疑這個精華層給20% 有風險 有問題 你還硬幹嗎 你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防堵措施 例如說詢問你的法事局 例如說詢問專業的律師 給你意見 降低這個有違法的風險 你有做這件事情嗎 沒有 如果你沒有做 而你也知道風險 我們叫做未必故意 就算發生也不違反你的本意 就算違法也不違反你的本意 所以這次地院法官才會以 柯文哲第一句話 你已經不爭執 這次你上次爭執 這次你不爭執 我們申請書上所講的部分的事實 所以這裡面柯文哲的說法改變了 導致法官認為 原來你明知為法 所以現在其實會改變說法的 恐怕也不只是柯文哲而已 尤其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被押的還有很多人 包括了沈慶晶 應曉威 彭震生 他們全部都在裡面 但是我們昨天才講說 這些人很有可能會轉污點證人 尤其是彭震生他年齡這麼大了 根本不想被押在裡面 還有很多大老闆 他想要回去過中秋節 但是現在柯文哲被押起來的話 其他的被告 他們還有機會可以轉污點證人嗎 好 不是很有機會 是很快轉污點證人 會很快轉污點證人 我跟各位報告 柯文哲一旦沒有被收押 大家還在想像上 或許有可能全部都無罪 但是連這個大神都被羈押了 我跟你講就是鳥獸散 狐孫散的時候 所以大家這次現在該怎麼辦 各自逃命了 各自怎麼逃命 我能夠少判一點是一點 我能夠判輕一點是一點 所以你後面應該會很快的看到 很多的被告開始認真考慮 認罪這件事 好 所以之前我們都說 柯文哲你問他什麼 他都跟你說我不知道 但顯然這一次他在法庭上 他改變了一些他的說法 那麼其實這次說到了 這個金華城的容積率 他說他不知道不被踩信 因為很多議員 一再的提出了證據來打臉 包括了民進黨北市議員林彥鳳 他公布了三份公文 裡面有2017年兩份的成會記錄 裡面明確寫下金華城 當時的容積率是392% 甚至時任的都發局長林周明 他也曾經建議柯文哲 你不應該把這個金華城的要求 納入公展方案 所以可見柯文哲 對於金華城容積率 他不可能不知道 第一任的時候 不管是林青龍副市長 或者是林周明 時任都發局長 對於金華城的案子 都非常的了解 而且都是此反對的態度 北市議員林彥鳳 能夠如此篤定 全因為當時通通留下會議記錄 議員們紛紛幫他回應 林彥鳳拿出市政會議記錄 再度證明柯文哲 其實很懂容積率 2017年5月3號 會議記錄就清楚寫下 金華城基準容積 請多發局參著各方意見 上網公告 並含附金華城列管三個月 而到了6月5號 則是因應監察院的質問 要求才是市府立場 再度談到金華城容積率 一方面說要速審速決 等待訴訟的結果 那一方面卻又要求 都發局積極辦理 顯見柯文哲 你是在玩兩面手法 更何況在8月18號 時任都發局長林周明 再向柯文哲報告 金華城要求12萬平方公尺 樓地板的永久保障 難有專業准據 建議不宜納入都市計畫公展 而是要金華城自己陳情 除了這幾份記錄 林周明都曾以文字簽 備忘錄的方式上成市長事 甚至還在成會中公開提醒 說如果按照應小微 質詢放水容積 那市府恐怕得負起 徒利的法律責任 林青蓉如今也強調 當時他反對提高金華城容積率 柯文哲正一連還燒 沒留下的成了關鍵證人 有留下的捲入涉弊案 七年的變化格外諷刺 東三新聞綜合報導 好 所以博弈 這次柯文哲他不能再說他不知道了 所以很多人就說這個阿伯脫逃數 只要說不知道 那麼這次是不是沒有用了呢 你怎麼看 朱家裔法官相信柯文哲不知道 但是我個人不太相信柯文哲不知道 因為實在是太多的證據 都顯示柯文哲通通都知道 隨便講幾個最簡單的 第一個柯文哲看過了監察院 對於金華城的檢討報告 看過他知道 因為打過官司有行政訴訟 再第二個一堆公文上面 都有柯文哲的簽章 甚至還有關於金華城 十二萬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的爭議 柯文哲還寫字不只蓋章 寫速審速決 代表這事情他完全了解 再第三個林仲敏最近出來爆料 他說他一直有跟柯文哲講有問題 而且是定期的提醒柯文哲 金華城有圖力的爭議 柯文哲還不知道嗎 然後最後一個讓我覺得最奇怪的 也是讓我覺得柯文哲一定知道 是柯文哲講的一句話 哪一句話 就是最近有一個新的證據出來 在於柯文哲親筆交辦 都發局的一份變遷 他上面寫柯文哲說土豐富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原則很簡單 公務員不坐牢 可以有署名 跟各位報告一下 如果就我們的經驗 你要對一個案子 完全沒有任何想法 就是照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的話 不會寫公務員不坐牢 你怎麼會寫這樣子的變遷呢 他會寫什麼 他會寫依法行政 很單純 我只寫一法行政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就好 我沒有任何的意見 他寫公務員不坐牢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很像是 小弟要出去火拼 老大跟小弟講什麼 要記得活著回來 這什麼意思 我沒有阻止你去 只是話講得好聽一點 他有想法了 對 他內心已經有想法了 怎麼會不知道呢 沒錯 只要公務員不坐牢 能怎麼做 你盡量去做 對我們想法一定是如此 所以在這個事情上面 柯文哲真的 可以撇得一千二百 完全不知道嗎 說實話 不要說外面的人了 尤其是在議會裡面 所有同仁經歷過 很多相關手續的話 我們都知道 柯文哲一定知道 尤其是金華城 這個實在是太重要的案子 這不是一般的小案 沒錯 市府每天的確接受了 數百件大大小小的案子 但是像金華城這麼具有爭議 連在郝龍斌市長時代 都不敢碰他的案子 到這位突然從容積率392 暴升到840 增加幾百億的利益 你柯文哲說不知道 那我真的好奇 你當這市長這八年 你到底知道什麼 好 所以劉醫師 其實不只是博弈認為說 柯文哲他都知道 其實這一次呢 高院的法官 恐怕也是認為他都知道 尤其在這個 昨天我們看到 高院的裁定書 甚至今天的這個 發回跟省這個 地願他的這個最新的裁定書 你覺得所謂的成省法官 他們的法官新政 到底影響有多大 我覺得成省法官 其實大家可能 有一點點誤會就是 柯文哲知道有840 不是問題 柯文哲一定知道 他知不知道這個可能違法 這才是重要的關鍵 他會不知道這違法嗎 對 所以現在大家拿出來 證據都是告訴 柯文哲說他3月之前 不曉得840 這更誇張 對 這當然是更誇張 可是我們法律的重點就是 明知違法 要明知違法 就是明知有這件事 所以後面太多的證據 包括裡面講說 這個只要不坐牢 那就代表你知道有違法的風險 你知道有違法的風險 你也沒有降低違法 你硬去做的時候 那就是土地的問題 所以公務員不坐牢 代表他知道 公務員做的這件事情 可能會坐牢 對 有可能 那你只要知道 有可能會坐牢 你到底做什麼防範 你覺得可以讓他不坐牢 你沒有坐 你只是覺得 我相信你 會不坐牢 你就幹吧 那對國家來講 對司法來講 一個200億 這樣子的利益的事情 你就單純僅憑著 我相信 那不能接受 所以會認為涉及到土地了 金華城案讓柯文哲 今天遭到了當庭收押 所以接下來 這五大案 也會更迅速的來開花嗎 尤其現在 因為金華城案的關係 也讓過去柯市府 和威京集團的合作標案 也再度被高度檢視 而且早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有藍綠議員都指控了 在台北漁果市場的 改建工程當中 柯市府曾經是用檢像發包 在後續擴充的方式 讓威京集團旗下的 中華工程得標 這個吃定司議會 他吃定講話 金華城 北市科跟台志光 柯文哲的三大案 都還沒拆彈成功 下一顆未爆彈 又出現了嗎 早在柯文哲卸任後的第四個月 就有議員爆料 第一 漁果市場改建案 疑點重重 位在環河快速道路旁 總面積7.53公頃的巨大基地 預計要蓋農產跟漁產批發市場 規模全國第一 但議員爆料 整個改建案 從一開始就跳過議會監督 違反程序 就後來問市場處說 妳要去哪兒妳都不知道 妳是哪裡去掰出一個 150億的案子 他就說我們就想說 我們要蓋一個最滿的量體 然後我們就按照樓地板 面積就去乘 每一瓶多少錢 然後就算出一個150億 我們就送到議會了 所以他一開始 他就這樣天馬行空 編了一個150億 就送到議會 完整的改建計畫還沒出爐 就先編了150億 直接搶快已經夠亂來 北市府當時以預算不足為由 撿上發包 8樓跟6樓的建築都先蓋到5樓 再繼續蓋上面的樓層 但市府卻在合約內直接寫明 6樓以上的建築工程屬於契約 後續擴充且駕金另行議定 如果那一棟6樓它蓋5樓 然後在漁市場那一棟8樓蓋5樓 綁標的行為 它叫減相發包 等於減樓發包 不知道誰想 這成績一定很聰明 等於後來接手的蔣市府 如果不追加預算 事情就沒完沒了 當下我就表達說我不想追加了 結果公務局就跟我們坦誠說 沒有辦法 第一個已經預先蓋到6樓 也就是說我預算都還沒通過 你的鋼筋都已經蓋到6樓 那這不是一種綁架 因為設計把所有的 這個建築物的消防安全設計 全部都放在剪掉的樓層 所以就導致說 我們就被掐著脖子 你剪掉的樓層一定要蓋回來 如果你不蓋回來 你這棟樓就變成爛尾樓 議員批評柯市府的做法 不只甩鍋給蔣市府 也等於直接把追加預算 放到廠商口袋 而這廠商就是 沈慶晶 威晶集團旗下的中華工程 大家都不敢標 然後只有中共敢標 然後中共還告訴大家 我是賠錢來標 這違反經驗法則嘛 對不對 人家說抬頭行李有人做 了解行李沒有人做嘛 所以中共講說我賠錢 我還來做 我這個是良心事業 我覺得這太良心了 我覺得這欺騙社會大眾 儘管中華工程後來發出聲明 只聲省慶晶 並非公司董事長 公司是按照招標內容投標 絕無覆法 要對指控的議員提起告訴 大動作澄清 但還是讓各界十分好奇 為何又是威晶集團 清華城 中華工程 老闆不是沈慶晶 那不然是誰 市場改建案又爆出圖力疑雲 把時間拉回到六年前 時任台北市長的柯文哲 接受議員質詢 因為這一題被點燃怒火 如今顯得格外諷刺 是不是是因為吳一寧 提出了一個好的版本 少了10億的版本 可能去擋到人家財路 所以 妳在指控我們貪路是不是 柯文哲市長任內的案子 一樁接著一樁 接連受到指引 讓人疑惑的是 怎麼正好都和歸金集團 脫不了關係 到底真相是什麼 就等剪掉抽絲剝繭 意義理清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來關注司法矚目重案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稍早在歷經台北地方法院 第二度召開的積壓庭 在稍早5點16分左右 被裁定收押禁見 目前人已經搭著球車 送到台北看守所了 而台北地方法院 也公布這一次 他們為什麼要 積壓柯文哲的理由 其實背後跟這些被告的 人物是有所關聯的 我們來看一看主要就是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認定 沈慶金 他是維京集團的主席 那麼在京華城的案件呢 收受不法利益 兩百多億元 而這背後呢 讓沈慶金突立的關鍵 也就是法官認定 柯文哲明知在京華城的容積超過百分之五百六 會造成違背法令 還執意為之 所以造成這個被告 宣慶金呢 可以收受這兩百多億的不法利益 所以說 法官呢 其中一個收押柯文哲的理由 就是這個 而第二個呢 收押柯文哲的理由 也就是呢 提訓包含前台北市副市長 彭聖生 目前呢 他是在押的被告 此外呢 還包含 映嫂威 也就是台北市議員 還有映嫂威的助理吳順明 那麼這幾名被告呢 他們都跟柯文哲的說法完全不一樣 因此呢 就認定在這背後 可能是有勾串滅政之餘 將柯文哲收押禁見 不過要來說到柯文哲 其實在面對第二度的家庭 他還加碼聘任了 一名王牌律師 也就是蕭逸宏 曾經擔任過檢察官跟法官 而先前呢 柯文哲的王牌律師團當中 也有一名叫做鄭聲援 他曾經擔任檢察官15年 也曾經擔任特徵組的檢察官 在這個檢變工房當中 不管是檢察官或是律師 他們其實都是大有來頭 各有準備 不過在這一次 台北地方法院在二度召開 積壓庭 將柯文哲給收押禁見 所以說後續我們也關注到 柯文哲的委任王牌律師團 他們將會提出抗告 後續東層新聞也會持續來掌握最新消息 好的 確我們看到今天這個轉折滿大的 因為柯文哲是被激壓禁見 這個結果當然也驚動了整個政壇 而儘管說民進黨中央表示 不願意評論整個司法案件 但是黨團也已經強調會哀驚勿喜 就在高雲認為民主黨主席柯文哲 在當台北市長期間有繼續介入金華城後 北院根裁結果出爐 柯文哲激壓禁見 這結果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不管如何柯文哲司法案件的判決結果 已經在未來政壇掀起金桃海浪 尤其藍綠白之間的微妙攻防關係 是否會跟著轉變 大家一起尊重法官的裁定 不要急切地來抹綠法官來鬥臭司法 民進黨團也會哀驚勿喜 後續就持續地讓司法偵辦 讓全案水落石出 瑞明在出手反觀民進黨中央態度耐人尋味 聲稱不評論司法案件 而萊茵小七第一時間在做政治分析 是否會有更大的所謂的一個政治抗爭 這樣子的動作 如果說現在流失的小草 還是轉頭去支持民進黨 只會讓在野的處境更加艱難 事實上早在羈押禁見判決 結果前民眾黨數次殺反推野 黨公喜喊全黨激進捍衛柯文哲清白 再有趣的卻又呼籲小草正常生活 據了解白營幹部對主席司法案件 普遍悲觀看待 而劇本中也確實包含如果能交保 對 我覺得我現在確實 OK OK 好 謝謝你 辛苦了 不會 不會 確定收押禁見 是 白營密集開會 已經接下來民眾黨立刻陷入為難 柯文哲激壓禁見 不僅重創黨內施進 外界更關注 柯文哲黨主席一直 辭不辭 停不停權 代理主席又會是誰 姑且不論民眾黨未來的路 何去何從 小草因為柯文哲 已快哭成稻草 同行正中心做不到 好 晚間的八點鐘 今天晚上的最新現場 我們看到的就是在民眾黨 主要是因為 黨主席柯文哲 捲入了金華城弊案 而且北院裁定 柯文哲激壓禁見 對此民眾黨 也已經發出了最新聲明了 詳細狀況 連線記者葉廷報導 請說 好 針對金華城的案子 今天台北地院 是在下午的時候 是重新召開了激壓庭 但是歷經兩個半小時的討論 這個地方的法院 最後是裁定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是積壓禁見 但或許是柯文哲知道 這一次狀況是不太樂觀嗎 因為他在稍早的時候 也在臉書上 是PO出了一段影片 是來向小草 還有支持者以及黨員來喊話 馬上帶您看一下這段影片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狀況 不好意思讓大家擔心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心存散念盡力而為 讓我們繼續努力 好的就是這一次的影片 我們也聽到就是柯文哲 他也來向小草們信心喊話 是要大家心存散念 是繼續的快樂過每一天 但是或許民眾黨的成員 可能沒有辦法心情上面 是這麼輕鬆 因為在今天的時候 其實在下午晚間 最最後的裁定室出來 是積壓禁見的時候 在下午五點半 民眾黨的陸續成員 是都回到黨部來舉行 緊急的小組會議 而就在稍早的時候 七點半陸陸續去成員有離開 我們也發現 就是民眾黨的黨團的主任 陳志涵似乎眼角眼眶 是有一點紅紅的 似乎心情是不太好 而且在稍早的時候 民眾黨的立委們離開的時候 也有說現在被問到說 現在是不是有代理主席的狀況 他們也說現在是沒有 這個代理主席的一個情況 因為現在這個 包含當初的時候 也是希望說 這個主席是不要請假的一個情形 但是除了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臉書上面也有發出這個影片之外 民眾黨在稍早的時候 也有發出這個聲明 他們也是認為說 為什麼這一次同樣的市政 但是上一次法官 卻是裁定無包請回 但是在這一次的時候 卻是遭到羈押禁見 因為基於相同的市政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 不同的一個情況發生呢 而且呢他們也扯出到就是說 這似乎呢在這個 現在這個台北市長蔣萬安呢 他在當時的時候 這個都發局曾經也是有發出 這個新聞稿 是認為說這個容積率啊 應該是有就是釋切性 也有合乎這個法律性的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法官 也會做出這樣的一個判決呢 不過呢他們同樣呢 也是堅信這個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的清白也會是支持他 持續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目前呢現在時間大概是 就是民眾黨呢這個緊急應變的 這個小組的會議呢 是已經經過兩個半小時多的左右 那目前呢其實召集人黃國昌呢 是人還在這個黨部裡頭 那他們也說了明天早上的時候 會有一個完整的說法 來對外來公開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最新消息 這把時間鏡頭交還給Pone主播 好 就在民眾黨 正在召開會議的同時 他們的黨主席柯文哲 已經抵達了台北看守所 柯文哲的球車呢 是在晚上6點33分的時候抵達 那麼在場外呢 其實有很多的民眾自製反科標語 甚至呢還在看守所外面歡呼 顯然來的不是小草 詳細的狀況 我們聯繫給記者蔡玉山 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 持續帶您來關心 在台北看守所外的最新情形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他是因為涉灘遭到了收押境界 也在晚上的6點33分的時候 送進了這個台北看守所 在看守所的外面是聚集了大批民眾 直到現在都還沒有離開 而其中一位民眾呢 我們也訪問到他 他說呢他在得知 柯文哲被收押的消息之後 就立刻這個自己自製了一個大看板 上面呢還有寫著一些標語 我們來聽一段他的稍早訪問 知道裁定結果之後趕快做的 對 很開心啊 我一直喊他 阿伯真哦 立心處真哦 真哦 剛好呢這個柯文哲送進看守所的時間 是晚餐時間 根據呢看守所的菜單 今天的晚餐除了有滷豬腳 還有紅燒魚丸以及實定蔬菜 還有味噌湯 總共三菜一湯 而根據看守所的最新聲明顯示 柯文哲呢他入住的是多人的設房 而且呢跟本案的其他被告都沒有住在一起 另外呢他如果在這個期間有感受到身體不舒服的話 也會呢來協助他看診 以上呢就是我們在這裡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 柯文哲雙手被上鎬 神情落寞慢慢走向球車 還回頭看鏡頭一眼 64年人生從政主打清廉 卻第二度被上鎬 重開積壓田 從無保請回 逆轉變收押境界 走不出台北地方法院 在法警介護下坐上一人鑽車 前往台北看守所 法官就緒認定 柯文哲明知增加過高 超過560%的容積給金華城案 使違背法令 他還執意為之 甚至貫徹意志 讓審訊金從金華城一案 獲得不法利益超過200億 涉貪污罪裡的圖利罪 最近本刑五年以上 法官還批他沒有維護公共利益 影響社會層面深遠 有串鎮滅鎮的可能 裁定收押境界 二度開機阿婷 結果逆轉 律師一臉鐵金 一句話都不說 走出台北地院 對比一早9點15分 柯文哲這麼微笑 對比真強烈 主席有打算說什麼來跟法官 證明你的清白嗎 主席有信心嗎 5號上午9點15分 柯文哲全程笑而不達 似乎有備而來 下午2點正式召開積壓亭 累經2點5小時攻防 在下午4點半結束 北院在5點16分公布裁定 積壓禁見 柯文哲在5點51分 搭上一人求車前往看守所 等對他的晚餐是 滷豬腳 紅燒魚丸 蔬菜還有味噌湯 酸菜一湯 這回再開積壓亭 誠誠法官其實沒審心事證 認為要保障柯文哲的防禦權 避免柯文哲被突襲 儘管如此二度積壓亭 最終結果出爐 仍是積壓禁見 法官甚至說 雖然現在是圖利罪 但偵查是浮動的 隨時證據逐漸形成犯罪輪廓 甚至轉成賄賂罪重刑 柯文哲因為精華成案 圖利危機超過兩百億元 被上號收押禁見 等新聞 呂家縣彭行美在台北報導 好 所以大家關心到的是 柯文哲二度召開 積壓點剛剛稍早結果出爐了 確定是裁定積壓禁見 那當然大家都想問 到底為何會積壓 我們剛剛裁定的結果 這個相關的訊息也出爐了 那法院他們是認為呢 他明知違法 但是還是讓這個財團 圖利了兩百億 好 我們這一節呢 請到的大律師 黃柏諾律師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次的整個財量的結果 您怎麼看 這我看 我是看這個結果 是覺得蠻錯愕的 那就這個裁定的理由啦 我看了以後 他是認為說 這個容積率是違法過高 那柯P這邊是知道 而且執意為之 那甚至就是跟這個 有坦承部分的事實 但是隨著這個 追偵偵查中的過程中 就是可能會發現 持續發現說 是否有收費的情況下 那雖然他坦承部分的事實 可是跟其他共同被告的證詞 也不一致的情況下 為了避免證人的增結性被影響 因此認為說 在維護公益性的情況下 是不可以用積壓的替代措施 所以應該要給予積壓裁定 好 沒錯 但是律師 我們其實稍早也提到一個關鍵 其實今天下午的時候 一開始法官是說什麼 說這個不會考慮 不會審酌新事證 但是現在這樣看起來的話 是不是新事證 也影響到了這一次的判決 我在想恐怕是不至於 但是原本的卷宗資料 或許就有呈現這些資料 然後去勾結以後 去做出一個新的裁定 也是符合法律的 因為法院法官是有 可以獨立審判的空間 那就在原本的內容 去做一個裁定的話 或許是原本的資料上 可以引發他覺得是 有重大犯罪嫌疑 以及有勾竄 或者是滅證的可能性 沒有錯 但是我們看到了這一次 柯文哲他這一次是確定 是裁定擠壓紀件 但是未來來說的話 是不是也有可能 在柯正營的部分 有可能也去再去提 相關的抗告行動 對 因為這一次的裁定結果 對於柯P是不利的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提出抗告 那來確認說這個法院做出 這個激壓程序是否有違法 不釋法的情況下 如果有的話 高院一樣會重新發回 了解 好 可以聽到大律師的 這個精闢的分析 但是當然我們也看到 在外場的整個狀況 事實上在剛剛第一時間的 結果出爐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警方是築起了兩道的人牆 現場可以說是有上百名的警力 都來到現場來做相關的戒備 主要就是因為裁定的結果 出來之後 其實現場的這整個支持民眾 情緒是比較激動的 那當然稍後有進一步的衝突消息 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幫大家做掌握 再把時間交還捧你 好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因為柯文哲遭到羈押境界 目前現場最近情況是 小草現在非常的失望 上百名的警力也持續的在戒備當中 那麼現在根據我們了解 其實檢方掌握提出抗告的主因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柯文哲並非完全不知情 那我們持續帶您了解這一次 整個案情迴轉的原因 我們繼續交給記者澤瑞 判決出爐之後 我們從現場畫面 你可以觀察到一個重點就是 支持者變多了 除此之外 其實在剛剛第一時間的這整個 裁定的結果一出爐之後 我們看到的是整個現場是兩道人牆 我們透過鏡頭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看到這是第一道人牆 也就是在整個愛國西路要進到博愛路的第一個現場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是第二個現場 也就是要進到北檢前的這個路段 現在也已經築起了警方人牆 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其實包括駒馬也是一樣 當然就是避免有衝突發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不只是車道上 事實上如果你連人要進去 都會必須要經過相關的一個管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車道來說的話 是已經完全沒有辦法通行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人員要進去的話 你只是在旁邊一小小通道 但是如果你要進去的話 事實上你必須要有相關的證件 或是你有必要性進去 否則在這邊通通都會被擋下來 OK